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五 HKG报今天推介和大家一起看看 车cam拍到一个控制的司机 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 疯狂习车、蹲车、甚至下车骂人 几乎酿成意外 驾车要流神更加要心平气 明明只是ABC 偏偏不少人都做不到 昨天9月12日 网上就流传一段没声的车cam片 显示拍摄在同日下午5点左右 只见车cam主任那辆车沿着青衣丰树窝路 右线不衡 起料有一辆黑色私家车沿着轮线 洗近片主行车线 在没打灯的情况下就尝试剪线失败 之后黑色私家车的司机疑似是着火的 追着车cam主任那辆车 而在车cam主任洗经一个回旋处等待的时候 那辆私家车的控制司机 竟然在回旋处那里爬头 还将车闸在片主的车前 甚至是开门下车 对着片主手无触度指指点点 在人来人往的回旋处停车 兼且下车骂人 除了令到片主一众网民嗷嘴 相信当时在场的其他驾驶者 同样都是目定口哀 片主见到这样的款 就没有陪这个狂躁司机在回旋处那里摇让 而是将车直接驾走 不过狂躁司机就恋而不赋地 这样开车追着片主那辆车 期间甚至是将身体伸出车窗外面指手挖脚 并且再次拦下片主那辆车指指一番 虽然那条车cam片没有声音 但见到画面上上读者和小片一样 真的隔着眼睛 都感觉到狂躁司机多数都在口吐芬芳 正当大家以为 狂躁司机车又闸过 欺又出过 事情是否可以告一段落呢? 少年你太年轻了 当狂躁司机驶到清泉路天桥的时候 竟然突然坐车急煞停 幸好片主也收得撤油 否则又是一宗追撞的意外 有片有真相 网民看完之后齐声指责那个狂躁司机 很多人都认为 他已经涉嫌遭犯危险驾驶 又呼吁片主立即报警除害 有网民直言 为了一下吸不到线 这样玩的几次 停了牌也挺不值的 更多的是不客气的批评 EQ 这么低 不适合再开车 千万不要放过这些马路炸弹 以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 无论事件有什么前转也好 片中的狂躁司机已经充分表露了薄弱的驾驶姿势 更加是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的位置 如果驾驶者不可以好好的控制情绪 还用其他人的生命作为泄分工具 为己为人 小片郑重建议 你倒是不要再开车了 以免害己害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